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推荐几款软件 上几天有个网友问我 有没有手机录屏的软件 今天我给他找了三个 如果你们也需要手机录屏的软件 可以看下去 我们来测试一下第一个 录屏精灵 打开 这地方是带广告的 这两天散的哑了 大家勉强听一下 这边有个高清 然后是超清 这都是要开通会员的 只能录这个标签 那么我们来录一下竖屏 录制 这边的全弧窗了 我已经功能已经开启了 我们打开 国际版抖音 这边我们开始点一下 全弧窗 录制 它已经开始录了 我们看来效果怎么样 我们看来效果怎么样 这个什么日本的这个 好我们就卸了这儿啊 把它停止一下 停止一下 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回到主页 找到果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本地视频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录的 点击打开 录的效果呢 不是高清版的 只是标清 如果高清的话呢 是需要花钱 充会员的 这边还可以按这个剪刀 可以进行剪辑 分割滤镜 去水印 加背景音乐啊 等等 转成这个图片 这个是第一款 感觉是需要钱 才能录更高清的东西 第二款叫路平大师 我们打开看一下 路平大师也是有广告 这边有一个竖形 还有横平 我们就试一下竖形吧 旋服刀已经开了 好 这边已经旋服创已经有了 我们点一下录制 好 已经到计时了 好 已经到计时了 我们还是接着录这个国际版抖音 录这么 30秒看看啊 这个是横我的吧 这个是越南的 好了 我们就先都到这 先停止一下 停止一下之后呢 我们还是回到主页 我的 这边不是我的 是点视频 视频 视频的下面还有一个广告 我们点一下这边 就可以看到了 刚才录的情况 这个录的效果呢 比 比之前的好一点点 嗯 这个效果还不错 最起码不是标轻的 最起码不是标轻的 这款软件还不错啊 就是广告 还有一点有点多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款 把它关掉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款软件啊 手机录屏专家 打开就是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点它的寻浮窗 录屏 开始了 我们一会看看它录的效果怎么样啊 就先坐这吧 往这边卡 停止 这个录完之后 它自动就跳出刚才录的视频 感觉这个效果也还还不错啊 还不错 好 这款好像老是这个 视频不知道哪去了 一会儿能找到一会儿找不到 好了这就是第三款 感觉每一款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们自己喜欢哪一款 你们就去下哪一款吧 这地方有三个软件 你自己下载也可以 如果你不想下载的话 可以到我的公共邮箱里面去下载 我就上传在那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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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谢谢大家 我们可以来的 我们会给大家看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猜猬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在一起